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我们先开始 正说着,只听见金贵跑来外间屋里哭喊道 我的命是不要的 男人呢,已经是没有活的份了 咱们如今索性闹一闹 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拼一拼 说着,便将头往隔断板上乱撞 撞得披头散发 记得学姨妈,白瞪着两只眼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亏了宝钗,嫂子长,嫂子短 好一句,逮一句的劝她 金贵道 顾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头礼的了 你两口儿好好的过日子 我是个单身人儿,要脸做什么 说着,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 亏了人还多,拉住了,又劝了半天放住 把个宝钦虎得再不敢见她 若是薛科在家,她便抹粉湿脂 描眉化病 起情意志地打扮收拾起来 不时打从薛科住房前过 或故意咳嗽一声 明知薛科在屋里 特问房里是谁 有时遇见薛科 她便摇摇吊吊 娇娇吃尸地温寒温暖 忽洗忽撑 丫头们看见 都连忙躲开 她自己也不觉得 只是一心一意要弄得薛科感情是 好心宝禅之计 那薛科却只躲着 有时遇见也不敢不周旋她 倒是把她撒泼放掉的意思 更加金贵 一则未色迷心 越瞧越爱 越想越换 哪里还看得出薛科的真假来 只有一宗 她见薛科有什么东西 都是托香菱收着 衣服缝起 也是香菱 两个人偶然说话 她来了 急忙散开 一发动了一个簇子 欲待发作薛科 却是舍不得 只得将一枪影恨 都搁在香菱身上 却又恐怕闹了香菱 得罪了薛科 倒弄得隐忍不发 一日宝禅走来 笑嘻嘻地向金贵道 奶奶 看见了二爷没有 金贵道 没有 宝禅笑道 我说二爷那种假真惊 是信不得的 咱们前儿送了酒去 她说不会喝 刚才我见她到太太那屋里去 脸上红扑扑耳的一脸酒气 奶奶不信 回来只在咱们院子门口而等她 她打那边过来 奶奶叫住她问我 看她说什么 金贵听了一心的脑溢便道 她哪里就出来了呢 她记忆无情意 问她做什么 宝禅道 奶奶又愚了 她好说 咱们也好说 她不好说 咱们再另打主意 金贵听着有礼 应叫宝禅 瞧着她 看她出去了 宝禅答应着出来 金贵却去 找开镜欧 又照了一照 把嘴唇耳又抹了一抹 然后拿一条散花圈子 才又出来 又像忘了什么的 心里倒不知怎么是好了 只听宝禅外面说道 二爷 今日高兴啊 哪里喝了酒来了 金贵听了 明知是叫她出来的意思 连忙掀起 连忙掀起 连字出来 只见薛科和宝禅说道 今日是张大爷的好日子 所以被他们 抢不过 所以被他们 抢不过 所以被他们 抢不过 吃了半钟 到这时候 脸还发烧呢 一句话没说完 金贵找接口道 自然人家 外人的酒 比咱们自己家里的酒 是有趣儿的 薛科被他拿化一击 脸月红了 连忙走过来陪笑道 嫂子说哪里的话 宝禅见他二人交谈 便躲到屋里去了 这金贵出事 原要假意发作薛科两句 无奈一见他两家 灰红 双眸带色 别有一种 警愿可怜之意 早把自己那叫汗之气 赶化到 爪哇国去了 赶化到爪哇国去了 因笑说道 这么说 你的酒是 这么说 你的酒是硬 降着才肯喝的呢 薛科道 我哪里喝得来 金贵道 不喝也好 假如像你 哥哥喝出 假如像你哥哥喝出 腕子来 明儿去了 你们奶奶儿 像我这样 守火寡 守孤单呢 说到这里 两个眼已经 也邪了 两塞上也觉红晕了 薛科见这话 越发 歇屁了 打算这要走 金贵也看出来了 哪里容得 早已走过来 一把拉筑 薛科急了道 嫂子 方尊重谢 说着 浑身乱缠 金贵索性 老车脸道 你主管进来 我和你说一句 要紧的话 正闹着 呼听背后 一个人叫道 奶奶 香菱来了 把金贵 唬了一跳 回头 乔石 却是宝针 掀着帘子 看他二人的光景 一抬头 见香菱从那边来了 赶忙知会金贵 金贵 这一惊不小 手已松了 薛科得便 拖身跑了 那香菱正走着 远不理会 呼听 饱禅一让 才瞧见 金贵在那里 拉住薛科 往死里转 香菱却呼得 心头乱跳 自己连忙 转身回去 这里金贵 早已连下带气 呆呆地 瞅着薛科去了 整了半天 哼了一声 自己扫兴归房 从此 把香菱 哼入骨髓 那香菱本事 要到宝钦那里 刚走到腰门 看见这般 吓回去了 是宝钗在 贾木屋里 听得了王夫人 告诉老太太 要聘坦春一事 贾木说道 其实同乡的人 很好 只是听见 那孩子到过 我们家里 怎么你老爷 没有提起 王夫人道 连我们也不知道 贾木道 好事好 但只道而太远 虽然老爷在那里 倘若将来老爷 调任 可不是我们孩子 太单了吗 可不是我们孩子 太单了吗 王夫人道 两家都是做官的 也是拿不定 或者那边还掉进来 记忆不然 终有个 夜落归根 况且老爷 既在那里做官 上司已经说了 好意思不给吗 想来老爷的主意定了 只是不敢做主 故前人来回老太太的 贾木道 你们愿意更好 但是三丫头这一去了 不知三年两年 那边可能回家 若再迟了 恐怕我赶不上 再见他一面了 说着掉下泪来 我夫人道 孩子们大了 少不得总要给人家的 就是本乡本土的 除非不做官 还使得要做官的 谁保得住总在立处 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 比如 您姑娘倒配得进来 偏时常听见 她和女婿打闹 甚至于不给饭吃 就是我们送了东西去 她也摸不着 进来听见 一发不好了 也不放她回来 两口子拌起来 就说咱们使了 她家的银件 可怜这孩子 总不得出个 总不得 总不得个 出头的日子 前而我惦记她 打发人去瞧她 您丫头藏在二房里 不肯出来 老婆们不要进去 看见我们姑娘这样冷天 还穿着几件旧衣裳 她一眼 她一抱眼泪地告诉老婆们 回去别说我这么苦 这也是我命里所照 也不用送什么衣裳 东西来 不但摸不着 反而天一顿打 说是我告诉的 老太太想 这倒是尽出眼见的 如果不好 更难受 倒亏了大太太 也不理会她 大老爷也不出个头 如今 您姑娘实在 比我们三等使唤的丫头 还不急 我想 叹丫头 虽不是我养的 老爷既看见过女婿 定然是好采取的 知情老太太试下 则个好日子 多派几个人 送到他老爷认上 该怎么着 老爷也不肯将就 家母道 有他老子做主 你就料理妥当 捡个长行的日子 捡个长行的日子送去 也就定了一件事 王夫人答应着是 宝柴听得明白 也不敢责胜 只是心里叫苦 我们家的姑娘们 就算她是个奸儿 如今又要远嫁 眼看着这里的人 一天少私一天了 见王夫人起身告辞出去 她也送出来了 一定回到自己房中 并不与宝玉说之 见席人 独自一个坐货 便将听见的话说了 其人也很不受用 却说赵姨娘听见 贪春这事 喜欢起来 心里说道 我这个丫头 在家忒瞧不起我 我和葱还是个娘 比她的丫头还不及 况且浮上水 护着别人 她挡在头里 连怀儿也不得出头 如今老爷接了去 我倒干净 想要她孝敬我 不能够了 只愿意她像 银鸦头似的 我也沉沉愿 一面想着 一面跑到 贪春那边 与她道喜 说 姑娘 你要是 你是要高飞的人了 到了姑爷那边 自然比家里还好 想来你也是愿意的 就是养了你一场 并没有见你的光耳 就是我有七分不好 也有三分的好 也别说 也别说 已去了 把我 搁在 脑勺子后头 贪春听着 毫无道理 只低头做活 一句也不言语 赵姨娘 见她不理 气愤愤地 自己去了 这里贪春 又气 又笑 又伤心 也不过自己 掉泪而已 坐了一回 闷闷地走到 宝玉这边来 宝玉应问道 三妹妹 我听见 你妹妹死的时候 你在 那里来着 我还听见说 你妹妹死的时候 远远的有音乐之声 或者她是 有来历的 也未可知 叹春笑道 哪里你心里想着 那里你心里想着罢了 但只那夜却怪 不像人家古月的生儿 你的话或者也是 宝玉听了 更以为是 又想前日自己身魂飘荡之时 曾见一人 说是 待遇 生不同人 死不同鬼 必是 那里的 仙子临凡 必是 哪里的 仙子临凡 又想起 那年 唱戏 做的嫦娥 飘飘夜夜 何等风之 过了一回 探春去了 因必要 子涓过来 立刻 回了家母 去叫她 无奈 子涓心里 不愿意 已经 虽经 贾母王夫人 派了过来 自己没法 却是 在宝玉跟前 不是 哀身 就是 叹气的 宝玉 背地里 拉着她 低声 下气 要问 黛玉的话 子涓 从没 好话 回答 宝钗到 背地里 夸她 有 忠心 并不 称快她 那 雪燕 虽是 宝玉 取清 遮夜 出 必要力的 宝玉 见她 心地 不慎明白 便 回了 家母 王夫人 将她 配了一个 小丝 各自 过火 去了 王 王奶妈 养着她 将来好送 待遇的 灵鹫 回南 英哥 等小丫头 人就服侍 老太太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 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